紫外线机器人进行消毒 不仅清洁速度加快 也大幅降低人员感染病毒的风险 透过国际知名电子公司捐赠 让第一线的医疗运所 有了消灭病毒的利器 从科技方面能够找到的一个防御器材 能够贡献我们的这个一己力量 在这个防御器材上 刚好我们找到的这个是一个 紫外线的这个消毒机器人 提供给这个第一线防御人员 最好的一个保护 另外国际福伦社3523地区 也捐赠500件抛弃式医用防护衣 与200件返川式隔离衣 提供第一线医护人员 最直接的安全防护 非常感谢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能够尽一点心力 能够来度过这一次的 这个肺炎的这个危机 防疫物资与清洁消毒工具 都是在疫情严峻的时刻 保护医疗团队与病患不可或缺的物资 透过实业加爱心捐赠 全民共同为防疫齐心打拼 大约新闻红长号 曾正龙台北新电报道